伊斯兰党最近回头拉拢巫统 重提巫一通过国民和谐合作的必要 不过已经退出伊党的瓜拉尼鲁斯国会议员凯鲁丁确抨击 是伊党当初不理会巫统的要求在先 伊党应该要自我检讨 凯鲁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告指出 此前是伊党多次忽略巫统一席谈判的要求 伊党应该要承认这个错误并加以纠正 他认为国民和谐会议必须重启 议席谈判也不该中断 两党的团结不该为了土著团结党而动摇 土著团结党的人数很少 凯鲁丁在今年3月退出伊党 他在伊党属于亲乌统的领袖 与党主席哈迪阿旺坚持与团结党合作的立场相作 不过近期伊党却有回心转意的迹象 总秘书达基尤丁早前指出 国民和谐是团结穆斯林的最佳方案 不过乌统主席阿摩扎西却大泼冷水 他直言巫统最好忘掉国民和谐 阿摩扎西博